日系的購物百貨開幕 在這個連續假期的第一天就傳出 警方已經開出了200張的罰單 透過這個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因為呢在這一個百貨公司附近的人行道上 是停滿了機車 這些通通都不是可以停車的地方 因此呢警方是到場來開單取締 根據警方的統計 其實呢這一間百貨商場在25號的時候呢 就已經正式開幕 從25號累計到這一個連續假期呢 已經開出了280張的罰單 其中呢有將近8成都是這一個機車違規停車 而今天呢是連續假期的最後一天 不過呢在場還是有相當多的民眾呢 是要趕著來消費來看看 許多人呢是在早上9點多的時候就到現場 但是這個停車場呢是10點半以後才會開放 因此在停車場外以及在門口 都可以看到大排長龍的狀況